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出大事了 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了 其实在今年一开年的时候 我就说2023年是大新闻频发的一年 果然到了下半年 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 这肯定来说很大的新闻 因为这个事件 它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局势 搞不好还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先来说 以色列为什么对哈马斯宣战 因为在7号 也就是赎罪日战争纪念日 50周年的第二天 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 突然对以色列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 这次攻击 我个人看来就是一种恐怖袭击 为什么说是恐怖袭击呢 我们知道两个国家 或者两个武装组织 如果正式宣战的话 它的主要战争目标 应该是对方的军队 对方的政府机构 或者是一些跟政府机构 相关的一些战略要点 但是这次哈马斯对以色列宣战 完全是用一种突袭的 恐怖袭击的模式 我们光是看在以色列举行的音乐节 一位德国籍的一位女生 不但被杀死了 尸体还被剥光了衣服 这种辱尸的行为 可以说彻彻底底的就是恐怖行为 我不能说这些人是禽兽 因为他们连禽兽都不如 所以在我看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 非常恐怖袭击 因为哈马斯本身 就不是一个正式 正规军的一个机构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 这次突袭之后呢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 马上宣布对哈马斯宣战 内塔利亚胡有意思的是 他在口头上宣战之后呢 内阁才补充通过了宣战的决议 算是对他这个决议呢 来了个追认 所以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 全面战争的状态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各社人等 都穿上了军装 包括有些政府的前官员 政府的总理 前总理都穿上了军装 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全民皆兵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符合兵役的年龄限制 那么通通呢 都可以变成军人 以色列这次组织了 这么大规模的后备军 看起来应该是对哈马斯 有一场巨大的一个战争行动 会不会给哈马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呢 我觉得这要看事情的发展 因为哈马斯 他是巴拉斯坦国的一个政治分支机构 他虽然说跟主流的政府机构 有很深的矛盾 但是如果以色列对哈马斯这个组织 进行毁灭性打击的话 会不会把巴拉斯坦国的政府和军队都牵进来 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又会怎么样反应呢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周边几个大的阿拉伯国家 像这个沙特啊 埃及啊 这些国家有明确的对这场战争表态 但是我想的这些国家早晚是要表态的 因为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已经表态了 这次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 我想大家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这场冲突的背景啊 哈马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啊 他跟巴拉斯坦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啊 而以色列为什么在立国以来 已经经历过五次中东战争了 这是为什么有可能变成第六次中东战争啊 如果你过去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呢 你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印象 就是在欧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纵容之下呢 犹太人抢夺了巴拉斯坦人的土地 在那里建立了个以色列国 那么所以呢巴拉斯坦人奋起反抗 所以导致了六次中东 五次中东战争 而帝国主义呢 又站在背后支持以色列 所以呢导致阿拉伯人民 夺回自己领土的斗争失败了 过去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呢 基本上就是这一套 如果要搞清楚这一套的说法 到底准不准确呢 那我们必须就要讲讲历史了 首先我们说巴拉斯坦地区 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为什么说比较模糊的概念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啊 你会看到有很多过去 你非常熟悉的词 比如说加沙地带啊 加南啊 还有这个约旦河西岸啊 格兰高地啊 那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地方 到底原来是谁的地方呢 他谁的地方 这个概念啊 非常难以去确定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巴拉斯坦地区呢 历史上经过很多民族 很多政权在这里统治 其实犹太人也不是第一批 在这里建立政权的 在犹太人建立政权之后呢 后来的什么波斯人啊 罗马人啊 等等这些人都在这里建立过政权 而犹太人所建立的政权呢 多次被打败国家 多次被覆灭 所以呢 最终导致了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 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 犹太人曾经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其实在欧洲国家 很多都有反游主义存在 为什么欧洲国家有反游主义呢 因为犹太人流散之后啊 他们到了各国去寄居的时候呢 都变成了二等公民 在那个农耕文明的年代啊 二等公民不允许得到一个重要的资源 是什么呢 就是土地 如果农耕文明的时期 你没有土地的话 那你怎么能生存下去呢 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善于经商 就是在他们灭国流散这过程当中啊 犹太人因为得不到土地 所以呢 他们特别善于经商 而犹太人作为二等公民 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又会被主流所欺负 所以呢 这又造成了犹太人特别的团结 而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恶劣呢 犹太人又特别聪明 善用一些技巧 现在关于这个犹太人有很多传说 比如说犹太人怎么教育儿子 父亲在这个楼下 让儿子从二楼跳起来 说你下来吧 父亲会接着你的 当儿子从二楼往下跳的时候呢 父亲却躲开了 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他们从小就要教育自己的子女 生活环境是艰难的 而人心呢 是不可测的 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你的父亲 你只相信你的自己 当然这个传说未必是真的 但是犹太人呢 具备了几种特点 第一呢 他们特别擅长经商 第二呢 他们作为犹太这个民族很团结 比如说有些国家犹太人 擅长经营这个金融行业 他们往往在向外借贷的时候 对不是犹太人的这种债 这个债务人呢 他们往往收的利息非常高 但是呢 对于犹太人本人呢 据说他们是不收利息的 我来美国的时候 跟一个已经移居美国50年的一位朋友在聊天 他十分羡慕犹太人的团结 他对中国人的不团结 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他说他来到美国的时候 看到码头上的犹太人 有很多犹太人呢 以难民的身份 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 他说码头上的犹太人 很多是有钱人就摆一张桌子 凡是犹太人来登记 他就会向犹太人提供一定的帮助 比如说金钱啊 比如说临时的住房啊 然后给他们介绍工作 这些犹太人呢 来到美国之后 虽然作为新移民 虽然这个身无分文 但是他们很快就能在美国立足 而中国人呢 中国人不骗犹太人 不骗白人 专骗中国人 这是他的认知 所以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啊 都给大家留下这种印象 特别擅长经商 然后呢 特别的团结 犹太人聚累了 巨额的财富 在二战爆发前 希特勒上台之后 为什么对犹太人残酷迫害呢 这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的 其实欧洲各国 为什么都有这个反游主义呢 因为犹太人跟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所以当他们有钱之后呢 他们往往会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享受自己的生活 一战结束之后 德国的经济陷入了崩溃 很多德国人呢 每天连吃饱饭 都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 但是犹太人因为在战争当中 积累了很多财富 所以犹太人的生活 相对就比较富裕一点 而犹太人呢 又不愿意去帮助 非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国民 所以就令到当时的德国民众 对犹太人十分的仇恨 说句老实话 希特勒排游 固然是希特勒最大恶极 但是如果没有当时 德国民众的支持 希特勒的排游政策 也不可能执行了这么彻底 所以犹太人 就是这样一个民族 在世界上已经流散了 一千多年 那么犹太人又如何 在巴拉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呢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巴拉斯坦地区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 它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划分 那么在巴拉斯坦地区 有没生活着一种叫巴拉斯坦人呢 没有 巴拉斯坦人这个民族是不存在的 很多人现在以为 跟以色列天天在闹的这些人呢 叫做巴拉斯坦民族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生活在这个巴拉斯坦地区啊 有很多人 包括有犹太人 犹太人虽然说流散到全世界 但是后来呢 还是零零星星 有一些犹太人回到了这个巴拉斯坦地区 当然这个地区主要的这个民族呢 是阿拉伯人 当时因为犹太人不成气候 所以犹太人跟当地的阿拉伯人呢 还是比较能够友好相处的 这个事情呢 到了一战之前呢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为什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呢 毕竟 犹太人流散到全世界 到处被人歧视 在这个某些国家 犹太人不但是二等公民 还经常会被剥夺财产 所以到了1897年的时候啊 就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人大会 召开了地点呢 在瑞士的巴塞尔 当时瑞士对犹太人的这个气氛呢 还相对比较友好一点 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流离思索之后啊 有些犹太人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 有些呢 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比如说在英国的犹太人 他们往往的社会地位呢 就会比德国的好一点 所以这些犹太精英们 就开始讨论一个问题 犹太人应该如何复国 那么第一次世界犹太大会 在瑞士召开 结果如何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游滚吧 情歌 范逸晨演唱会 11月10日 洛杉矶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天高海阔 张修杰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上期我们说1897年 犹太人在瑞士召开了 第一次世界犹太人大会 那么犹太人复国这个理念呢 就第一次被正式提了出来 犹太人复国在当时看起来 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 由谁管制呢 由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 伊斯兰教的国家 这些犹太人想在巴勒斯坦地区 复国根本就是一场梦 但是其实真实情况也未必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 跟这个西方国家 跟欧洲国家的矛盾呢 已经很深了 爆发一场战争呢 也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 当时英国的外交部长 贝尔福就发表了一个宣言 这个宣言在历史上被称之为贝尔福宣言 贝尔福宣言说什么呢 他说英国政府乐于见到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国家 并将一切努力来协助犹太人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也非常清楚 这是不应该影响巴勒斯坦地区的 非犹太人的民权和宗教信仰的 以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权利和政治地位 贝尔福宣言呢 他表达了第一次表达出了一个想法 就是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但是呢 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必须对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民族呢 有所包容 毕竟在这个地区生活着阿拉伯人 那么等到一战结束之后呢 英国人就顺利从这个奥斯曼帝国手上 接收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区 好了 你之前有个贝尔福宣言 你说要支持犹太人在这里立国 然后当这个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呢 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复国 有英美这两个国家支持犹太人复国 那么犹太人复国真是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于是呢 大量的犹太人就开始迁回巴勒斯坦地区居住 开始还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但是毕竟犹太人来了越来越多了 当地的阿拉伯人呢 就发现不对头了 如果犹太人的数量越来越大的话 那么他们在这个地区呢 就变成了少数族群 所以在这个时候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啊 就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了 英国政府这时候什么态度呢 因为阿拉伯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范畴 这个民族的人口非常多 他除了巴勒斯坦地区 就还有什么周边的约旦啊 等等这些国家呢 都曾经是英国人的殖民地 英国如果为了犹太人 得罪了众多的这个阿拉伯人呢 这对英国的这个外交和政治来说 并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 所以英国人开始 对犹太人迁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呢 设置了很多障碍 比如说每年只能七千个人啊 等等 但是犹太人才不管你 你英国人说过的话就要算话 更何况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 美国为什么会支持犹太人复国呢 其实当时在这个一战之后 二战前后啊 支持犹太人复国的最坚定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另外一个大家猜猜看是谁 另外一个就是共产主义的苏联 苏联为什么这么支持犹太人复国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苏联的国土境内 也有很多犹太人 苏联也一向有这个非常强烈的排油主义 这些犹太人如果在苏联继续生活的话呢 会给苏联社会带来一定的动荡 二战刚刚结束 苏联人再怎么胆大枉为 也不敢像希特勒一样 再次迫害犹太人吧 所以把犹太人送出去呢 无疑是个最好的选择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国家 在二战结束之后 很多人都采取了亲美的立场 这一点呢 当然跟苏联的这个战略利益不相符 如果能够扶持一个 亲苏联的这个犹太国家的话 这对苏联在中东地区打下一个钉子呢 当然对他的战略有利 可见当时斯大林多么的天真 所以在二战结束之后 最支持犹太复国的 就是苏联和美国 英国在二战结束之后 开始限制犹太人 迁往巴拉斯坦地区 当然就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抗 所以呢 当时犹太人发动了很多恐怖袭击 所以你没想到吧 当时发动恐怖袭击的 不是阿拉伯人 是犹太人 而犹太人恐怖袭击的对象 当然是英国殖民政府和英国的军队 英国人呢 在二战结束之后 他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就是所谓的二战结束之后 民族觉醒开始在各个国家蔓延 很多原来的英国殖民地呢 都要求独立 比如说印度啊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在闹独立 印度本身面对殖民地的独立呢 已经十分头痛了 而巴拉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 跟犹太人这样天天闹天天打呢 英国人更加是管不过来 更何况巴拉斯坦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只是英国的托管地 一战结束之后 他从这个奥斯曼帝国手上接过来 他只能叫巴拉斯坦托管地 因为一战结束之后 发展新的殖民地 已经不符合世界潮流了 所以英国人一怒之下 干脆就对这个巴拉斯坦地区放弃 不管了 不管归不管 你总不能让巴拉斯坦人 让这个阿拉伯人跟犹太人 一直这样打下去吧 因为我们经常说 美国指责中国没有遵守世界规则 什么叫世界规则 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 对某些事情呢 我们要制定一个准则 比如说有领土争议 大家不能打仗 坐下来谈判 所以说巴拉斯坦 能不能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怎么建立 就成了联合国大会的一个议题 联合国怎么看待巴拉斯坦地区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 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巴拉斯坦只是一个地区的一个范层 而巴拉斯坦人呢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在巴拉斯坦这个地区当中呢 生活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 以及其他的一些民族 但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呢 是两个最主要的民族 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181号决议 以33票赞成 13票反对 10票弃权 通过了在巴拉斯坦地区呢 建立两个国家 一个叫以色列 一个叫巴拉斯坦 巴拉斯坦地区建立的国家叫巴拉斯坦 这给很多人造成了一个误解 就以为是以色列分裂了巴拉斯坦的国土 所以呢建立了国家 其实并不是这样 只不过巴拉斯坦觉得 我本来就生活在巴拉斯坦 我是阿拉伯人 所以呢我就以这个土地的名字 来命名我的国家 巴拉斯坦人觉得啊 我的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 这本身就是我的土地 那犹太人觉得呢 我的祖先比你的祖先来的还早 这也是我的土地 就所谓的应许之地 所以在这个联合国181号决议通过之后啊 以色列人觉得满意了 他们接受了 因为他们当时占这个巴拉斯坦地区的人口总数呢 只有32% 他们获得了57%的这个领土 当然这个作为西方国家的解释是 犹太复国之后 大量世界的这个犹太人会聚集到这里 所以呢 要考虑到未来这个国家的人口会膨胀 就把57%的土地呢 划给了犹太人 那么巴拉斯坦的阿拉伯人当然不满意 所以呢就留下了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次突然袭击以色列的叫哈马斯组织 哈马斯组织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联合国181号决议通过之后啊 在这个巴拉斯坦的阿拉伯人当中呢 产生了很多政治组织 也产生了很多这个军事组织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 或者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 就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的组织呢 叫巴拉斯坦解放阵线 这当年呢 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 因为在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呢 生活在巴拉斯坦的地区 知道他们依靠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是打不过以色列的 他们要把犹太人从巴拉斯坦地区彻底赶走呢 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怎么办呢 他们就采取了恐怖袭击的活动 因为这个以阿冲突这个话题啊 有很多很多 如果我们要搞清楚 现在发生的事情 跟过去的历史背景 以及它未来的影响呢 我们可能这两天要花些时间 跟大家把相关的话题都讲讲 比如说五次中东战争啊 赎日战争是怎么回事啊 以色列现在到底占领了多少阿拉伯人的领土啊 等等 但是这次发动袭击的是哈马斯 哈马斯又是个什么机构呢 哈马斯是从这个巴拉斯坦国里边分离出来的 哈马斯可以说是个极端的恐怖主义组织 他们认为必须要把犹太人 全部赶出巴拉斯坦这个地区呢 才是他们最高的政治目标 所以哈马斯过去一向呢 都是以这个恐怖袭击 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 大家不要以为哈马斯只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哈马斯也针对巴拉斯坦的这个国家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还是军队 他们也对他们发动恐怖袭击 所以哈马斯跟这个巴解阵线呢 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后来呢 双方经过谈判之后呢 双方划分了势力范围 现在哈马斯控制的是加沙地带 这也是最靠近以色列的地方 所以说哈马斯一直是以色列的一个心腹大患 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会造成重大的事件呢 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状态啊 绝不是只有这个以色列国家 以及那个巴拉斯坦底下的一个恐怖组织之间的斗争 它一定会向周边蔓延 会影响当地的这个政治和军事 现在明确表态的国家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政府 一个是伊朗政府 我们光从这两国家表达态度 我们就知道 首先他们表达的态度是相矛盾的 第二这两个国家很可能在接下来时间当中 会介入这场冲突 当然包括英国法国北约 包括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都有可能介入这场冲突 那么这场冲突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值得我们关注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